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在之前普洛药业的文章中价值事务所有讲 虽然优质原料药企业最大的看点是往CDMO以及制纪一体化转型 但他们的原料药业务随着技术的进步也有望迎来价值重估 这个技术指的就是合成生物学 在前不久普洛药业的投资者交流中 普洛也有讲合成生物学带来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成本下降很明显 公司今后会在这里进行重点投入 以保持公司的竞争力 确实除普洛外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合成生物学这项技术 典型如科伦药业 华东医药 华西生物 不过 这些公司都不能称之为纯粹的合成生物学公司 相应的技术对他们的产品还没有造成颠覆式改变 我们今天要追踪的华恒生物 可以说就是一家典型的靠合成生物学 改变命运的公司 在2022年的一次投资者交流中 华恒很傲娇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公司在饼鞍酸市场有绝对的优势 饼鞍酸价格波动 较小且由公司主导 公司和巴斯夫 华恒的大客户的产品定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饼鞍酸市场的平均价格 这话翻译直白一点就是我垄断了全球饼鞍酸市场 事实也确实如此 根据中国发酵产业协会的预测数据 2019年华恒的饼鞍酸系列产品占据了全球近50%的市场份额 那么问题来了 华恒为啥这要牛呢 它到底做对了什么 答案就在于 华恒2011年在微生物液氧发酵规模化生产L饼鞍酸技术方面实现了突破 这个方法使得生产饼鞍酸的过程非常绿色环保 全程二氧化碳零排放 成本较之前还下降了约一半 在这之前 全球生产饼鞍酸基本都是以石油机产物为原料生产而得 成本高部说环境污染还重 华恒的其余饼鞍酸系列产品 基本就是以优势L饼鞍酸为原料做出来的 因此 华恒的整个饼鞍酸系列在全球都非常有优势 而饼鞍酸相关产品可广泛应用于 日化 医药及保健品 食品添加剂 饲料等产品 下游需求可以说非常旺盛 在做饼鞍酸的期间 公司发现相关生产方法 其实还可以牵移至L鞍酸 2020年5月 公司成功构建了高产L鞍酸的高效菌株 从而实现了一步法液氧发酵生产鞍酸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方法还可以同L饼鞍酸形成交替生产 因此 公司上市募资的用途 就有一个年产2.5万吨 用于交替生产饼鞍酸鞍酸的项目 这个交替生产就很厉害了 什么需求旺盛 就可以全力生产什么 需求没这么旺盛 就少生产一点 生产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进行调节 虽然饼鞍酸至今在全球仍有不错的增长 近些年都有10%出头的增长 但比起鞋鞍酸还是差太多 根据中国发酵产业协会数据显示 近年来 全球鞋鞍酸市场规模增长非常迅猛 全球需求量从2016年的0.73万吨 增长到2019年的3.25万吨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5% 相关机构预计 未来几年 鞋鞍酸市场规模也依然有望 以20%的速度扩容 至于原因 其实华恒在之前的投资者交流中有提过 华恒在售卖饼鞍酸的过程中发现 近些年下游饲料配方发生了一个变化 即越来越多的养殖厂 都在往饲料中添加鞋鞍酸 因为发现鞋鞍酸有促进长肌肉的功效 以国内为例 在2022年4月时 饲料工业协发布了 生猪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量生产技术规范 其中明确了各种氨基酸的推荐使用量 鞋鞍酸排名非常靠前 以前是民间自己添加 现在有了官方的推荐和承认 在饲料中添加鞋鞍酸的企业越来越多 在鞋鞍酸及鞋鞍酸下游强劲需求的带动下 近些年即便有疫情影响 华恒自身业绩也整体保持着较高的增长 即电视大环境非常糟糕的2022年 公司也实现了营收14.19亿元 同比挣49% 归母精利润3.19亿元 同比挣90%的好成绩 相关券商其实有对华恒的技术进行拆解 然后发现当前已经成熟的 合成生物学发酵产品L 饼鞍酸 L鞋鞍酸的代谢过程 其实均基于糖酵解 三缩酸循环代谢通路 而这个代谢通路 其实后续可以涉及到 合成生物学生产的 氨基酸类 高级醇类 贴类等数十种产品 其实就意味着 公司后续技术能力 可以迁移到很多领域 未来产品可扩展空间极大 想象力也极大 也许正是看到了自身的技术实力 以及下游旺盛需求 公司于2022年10月及12月 又连发两个投资公告 拟定增部超过17.27亿 新建5万吨生物基地二酸 5万吨生物基瓶果酸项目 以及拟投资不超过4亿元 新建5万吨生物基一 三丙二纯项目 原有系列产品 还处于旺盛的生命周期中 公司的新项目新增长曲线 就已经源源不断冒出来 难怪公司有底气 做如下的股权激励方案 如果公司这个激励方案能达成 意味着在2021至2024年间 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需补低于25.8%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需补低于18.3% 也是因为公司在饼胺酸领域 如此杰出的表现 央视此前的重磅纪录片 科学的力量 有一集专门介绍了公司的发酵法L 饼胺酸技术 可谓排面十足 最后富上市场 对华恒生物2023至2024年 净利润一致预期 4.49亿 6.48亿 好的 美人 bildung 他 他 中文字幕——YK